今天分享一个人人都能做的甜品 哈哈你不是开玩笑吧 只要你有一盒剩饭倒锅中 这年头谁家还没有点剩饭呀 加一盒纯牛奶 把米饭放进锅里再倒一盒纯牛奶 你确定这是在做甜品 泡30到50分钟 好的先给它泡个3000秒 加两小片柠檬皮 你咋知道我家树上刚结的柠檬 开小火边煮边搅拌 开小火边煮边搅拌 煮到胡状加白砂糖 再煮到糖融化油 搅拌成胡状 然后加入白砂糖 再煮到糖融化 这里觉得太干可以加点水 煮好了就可以关火了 你说的没错确实有点干 给它加点水 煮好了就关火 把一半的柠檬身体掏空 一半的柠檬身体已经被我掏空了 把布丁糊放进去 啊原来大米饭加牛奶是布丁糊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 撒上白砂糖 布丁糊上再撒上棉花糖 准备一个烧炭了的勺子 放上去 哇塞这个我太熟悉了 先烤个勺子 屏住呼吸放上去 太解压了 焦糖味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这样焦糖部分就做好了 我们来尝一下 我的焦糖部分也做好了 浅尝一口 大米的韧镜和牛奶完美结合 带着意思是柠檬的清鲜 清甜圆糯 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种味道 不过你没告诉我 剩下这一锅米糊糊该怎么吃啊 好 好 好